如果你要从无到有 要全部用VBA来写 以目前各位的功力来说 应该是 有很大的问题 所以如果你对VBA不熟 但是你又要能够自动化处理一些事情 其实最简单的 还是从录制聚集开始 因为至少你 像我们合并 那个工作表 也是先录制聚集 然后再多加一个回圈 这个回圈意思就是说 因为有部分的动作都一样 那我们只是把那个不一样的部分 抽离出来 外面再包一个回圈 那他会针对我们要做的范围 比如说1到3月 有很多部分都一样 复制贴过去 复制贴过去 那里面可能有不一样的地方是你要让他往下 然后又向下一列 对 所以这个大家应该有概念 那也就是说如果你将来呢 要希望能够把自动化或者把VBA学好了 也许你可以从 录制聚集开始 所以只要有空 只要你工作里面有很多是重复性质的 那我是建议 平常就多多练习 如何录制聚集 先把录制聚集 先熟悉 因为这个录制聚集还不是说你一下子马上你会就会录得很好 没有 为什么因为你录的时候还是会有很多地方 没办法录的录得那么完整 而且可能有一些不需要的东西 所以你录完之后你可能还要先加一些注解 把你的步骤呢 要不要把它打上去 你才知道你录了什么东西稍微做一些整理 可能有一些 多路的你可能也把它删掉 那同样的逻辑 我们今天也是接着 继续来看那个 单元 5 那这个地方的话 当然请各位把这个类型档打开 就是问题05 那里面的话基本上 它的逻辑很简单 就是 总共A到L 里面的话有分别有 各式各样的资料 那当然一般性 其实这个 你也可以把它当一个资料库来看待 其实资料库里面 只是说资料库的资料形态 比较复杂 不过充其量 资料库里面 最常用到的 储存的资料不外乎是什么文字 但是他跟文字可能有区分吗 可能 可以放 很多种各式各样长度不同的文字 不过在Excel里面可能比较单纯 他就是文字 文字的栏会包含就是 从业务 产品 产业别 还有客户名称 另外还有什么的数字 数字里面 也是有里面一样吗 数字里面又区分成什么 整数 非整数 非整数 就是有小数点 没小数点 OK 所以 文字 数字 再来就什么 顶多就加个日期 OK 好像还有 还有其他 像Booling 不过Booling 很少用 True Force 很少用 因为 用了很麻烦 倒不如你干脆用个数字 也好像可以 比较好处理 或者是说还有什么 用一个什么 像放物件的 不过也很少用 没有人在用那个物件 因为自己也是很麻烦 将来处理 也会 造成困扰 所以通常常用大概就这三种 OK 如果说你将来会要针对什么 针对 这个资料 去做查询的话 比如说我今天希望快速的怎么样 帮我做一件事情 把那个业务里面呢 可能是小咪的 自动帮我新增业工作表 把小咪的放过去 因为我要做后续 针对小咪这个业务人员 去做统计分析 到底他业绩好不好 那我要独立出来 可是我要怎么样快速做呢 理论上 当然最简单的方法是利用什么 其实 各位熟不熟这个 资料里面的筛选 这个筛选其实非常非常好用 那里面的话如果说你今天希望怎么样 查出 有关那个什么业务里面 是小咪的话很简单 你就把小咪打勾 这个 前面刚好我们有用到康义服 有没有 打勾按确定 可是问题你要怎么样把小咪的资料全部放在一个新工作表 你可能要 插入一个新的工作表 然后把这些资料 复制 贴过去 然后把那个工作表名称 改成叫小咪 对不对 就完成 可是如果你经常性需要查询的话 那你就 而且你可能还需要查什么 查产业别产品等等的 那这个时候呢 当然呢 你就有必要怎么样 建立一个自动化流程 那自动化流程里面 大概类似这样的一个按钮按下去 自动帮你做完 那我们 这个地方当然顺便讲一下 你按筛选 旁边还有一些 有没有 其实关键地方 这边有个文字筛选出现 因为他里面放文字 所以他会跳出文字筛选 那如果说你今天 希望做 所谓的 因为预设是 完全要一样 可是如果 有些时候 你只知道 这个栏位的资料里面 可能有一个字 叫小好了 要把 什么小开头的那个 业务姓名 那可是 怎么办呢 你可以 你可以用 开头 开始于 有没有 你文字筛选里面还可以用这个 或者是你可以用关键字筛选 叫做 包含 也就是如果 你的栏位里面只要有这个字出现的话 或者是一个 词出现的话 那你可以把什么呢 把这个 资料 给 找出来 那你可以用所谓的那个关键字查询 包含 OK 那另外的话 我们刚刚讲过了 如果你是数字筛选的话你会发现 数字筛选 里面因为它是放的是数字 那它会出现什么 等于 不等于 大于 所以刚刚同学有 有问了一个问题 等于吗 如果在 那个 Excel或VBA里面 函数里面等于吗 不等于特别说一定是小于 大于 这个叫不等于 然后 还有大于 不过常用也许叫介于 比如说我今天呢 想要查出 总价 介于100万到200万之间 帮我留下来 你怎么办 当然你可以用介于就可以了 OK 然后再来的话呢 还有你可以针对什么呢 如果它里面放的是一个日期的话 像建栏日期 你会发现这边会出现什么 诶 这个 日期筛选 OK 然后呢 当然常用的也许是什么 也是一样介于 或者是哪一年 等等的 这边一堆 有没有 那这边也有介于 当然你可以什么呢 今年 或者是 明年 去年这边都有 有没有 那也就是说 这些功能呢 你将来都可以把它录制聚集 然后呢 做一个 所谓的 筛选的查询功能 也就是如果你今天要做出一个 所谓的自动化 假设我今天举个例子 我如果要针对 这个 业务 我希望做什么呢 当我按一下这个按钮的时候 他会跳出一个 对话方块 这就是一个input box 那当我输入一个业务姓名 比如说叫小咪的话 他 我需要什么 就做刚刚那件事情 自动怎么样 帮我把小咪这个人的资料 抓过去 放到那边 然后把画面切回来 大概这样而已 按确定 好 自动小咪出现 有没有 那你可以怎么样 筛选看要哪个栏位 反正一个按钮按下去 你要找什么就自动找什么 那这个功能呢 其实 简单讲起来就是建立一个查询系统 也就是说呢你的road data 你的原始资料 本来不具备有查询功能 但是如果你要写一个查询系统 其实 可能你要找专门的工程师帮你写 可是缓不济起 等到你 他帮你写好 你可能 你的问题早就不知道 被罵得要 对不对 那可是你只是很简单 你就要做一个查询系统 那其实就可以利用我刚刚讲的动作 那其实基本上 这里面做了哪些事情 其实很简单 就是 一 我 把游标放在可能 只要第一列上面 也许放在c1上面 按下筛选 然后呢 再把这边怎么样呢 全选打勾取消 小米按确定 对他留下去 这个然后游标再放在 可能他的a1 Ctrl shift向右向下 Ctrl C 然后怎么样呢 新增一个工作表 那这个地方的话呢 因为有新增工作表 所以呢 你将来程式他会自己帮你写 工作表物件 叫shits 有没有 增加工作表 叫.add add add add到哪里呢 到 最后面一个 就是after 有个参数叫after 冒号等于 最后一个就是shits shits工作 点count的属性 count就是 总共有几个 意思说最后面 那一个的后面 然后呢 再来你可能就 重新 新增一个 然后把它重新命名成 这个小米的名称 然后把资料贴上 再切回去 OK 这样的话呢 最后把筛选的这个功能 关闭 就完成了整个流程 所以你第1个你要先录制聚集 那流程就我刚刚讲的 如果说你 对于刚刚那个流程 还是有点 可能不太有把握的话 那各位可以参考一下 云端白板 我应该还记得我们那个吧 云端白板的位置 如果不记得的话 稍微一定 关于那个资料查询 以前可能会用什么 Vero函数 不过这东西充其量 只能做一些 比较简单的应用 如果你要做复杂应用 他 说真的没办法 OK 很多地方是办不到的 所以怎么办呢 你可以利用 当然你也可以用什么 资料库 不过资料库 你可能要熟悉一个东西 叫做seql 要不要各位熟悟 seql这东西 如果不熟的话 除非你对资料库本身 不然 不然的话你就直接用什么 筛选功能 其实 以seql里面筛选功能 讲讲起来 讲白的 其实就是 跟资料库里面的那个 slate的叙述很像 就是 查询资料 他等于就是让你怎么样 略过那些比较困难的 程式语法 直接可以帮你查出资料 所以我觉得这个功能还蛮好的 那直接怎么做啦 后面可能我们筛选业务 筛选产业别 可能每一篮都可以做筛选 那怎么做呢 第1个 请各位 录制一个聚集 叫做 也许叫筛选业务吧 然后呢 就分别把这个 动作的 1 到 9 分别做 那我们后面只会改三个地方 1 2 3 改完之后呢 就可以做到 我们刚刚 讲的这个按钮 有没有刚刚旁边的按钮 筛选业务吗 有没有 按下去 就可以做到我们刚刚的动作 OK 请各位先试一下 再参考一下那个 云端上面 放的那个 完成的 我放在云端上面的步骤 所以我又把那个步骤把它贴到这个 重工呢 会有那个 九个步骤 当然 这个步骤里面呢 你可以做适当的调整 不过大体上就这样子 所以 基本上的1 就是录制一个筛选 那个业务的一个 聚集 所以筛选的 这个录制的方法 前面有讲过了 所以 我再把那个重点 我们回顾一下 就是1 录制聚集 然后把名称贴上 那因为 这里面我有做一个 所以我先改一个2 按确定 然后 我先做什么呢 1有没有放在 其实不一定放在b2 放c位也可以 就是放第一列就可以了 放b1 或者c1都可以 放c1好了 OK 再来做什么呢 按下那个 资料里面的筛选 第2个 第3个呢 留下什么呢 留下那个我要的 假设小咪 小1已经有了 不要重复 因为这个不要 没办法重复 我换一个小章好了 OK 按确定 好 再来做什么呢 接下来就是 我 把这个范围 看一下 步骤 如果 先 复制 复制的话 特别是跟前面讲过 最好用快速键 因为你录制聚集 如果你不用快速键有时候会录 录不完整 然后再新增贴过去 篮宽调整 OK好 那再来呢 我们先把范围复制 有没有放A1 Ctrl Shift向右向下 Ctrl C C之后呢 再新增一个工作表 把这个工作表名称呢 改成小 小章 然后呢 游标放A1 贴上 然后再来常用里面的那个格式 自动调整栏宽 再来怎么样呢 再把它 如果你的步骤有时候漏掉 当然你可以 切回原来的 工作表 切回去 问题05 然后怎么样 恢复成原来的筛选状态 但比较贴心的做法是在回到什么 回到那个A1上面好了 就是这个地方 点一下 好 整个流程都乱完了 那乱完之后的话记得把开发人员这边停止录制 应该没有问题 那录完之后呢 再来你就是 切到聚集里面 就会有一个我们刚刚录的 编辑一下 那我习惯是把上面注决先拿掉一下 那我习惯是 1 我刚刚是做什么 所以你尽量 把这个后面的对应的那个动作 先打上去 至于怎么打 后面要打什么东西 你自己在 去 不一定要跟我一模一样 你可以用自己的风格写都没关系 然后我们是筛选範围 可是问题 你会发现小张出现 那未来当然你不可能说一直在找小张 你可能会找其他人 所以你可以把这个小张当成是一个变数 以后呢 透过 使用者给你一个名称 你去帮他查完 放成一个新的 OK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 等一下可以修改 另外的话 再来怎么样 复制 所以这边的话 第三页就是复制 有标放 A1 Ctrl Shift向右向下 复制 然后再来第四个就是怎么样 新增工作表 OK 你会发现 他也会自动帮你写程式 写什么 Shit 点add OK 特别注意 点add 其实就是 Shit物件 其实你会想说 Shit物件到底能做什么 其实他能做什么 很简单 你就打一个Shit 点下去之后 他会告诉你他所有能做的事情 包含什么呢 新增工作表 复制工作表 工作表的数量 有没有 这个是一个方法 这个是属性 那其实物件 充其量就两个东西 属性 跟方法 也就是说这个物件能做什么的 所有一切 通通在这里 不会多的 也不会少 因为物件都固定的 除非说你改版了 不过这种东西 可能改版也不会多太多了 反正顶多 就是这些功能 所以如果你可以把这些功能都熟悉的话 以后呢 工作表的所有运作 都可以透过这些完成 里面的话当然 我们提到了 Shit add 后面有个after 冒号等于前面的东西 基本上叫做 前面东西呢 这个叫做 他的参数 或者叫引述 前面是这个所谓的那个参数的名称 后面的话是传递什么参数给他 所以呢 告诉他说 我要新增 但是新增在哪里呢 他有before跟after 意思是说 新增到 这个是最后一个的什么呢 后面 after就是他的右边 但如果说你这边改成before的话 他会新增在最后一个的前面 所以新增还可以 新增到哪里 OK 好 好那新增之后的话呢 他会 多一个slage 不过这个slage 可以把它delete掉 这个不需要 那重新命名 实际上就是这个 点内 哪一个重新命名 Shit 3 所以未来 这个Shit 3 请你把它改成什么 Shit.com 的名称 为什么Shit.com的名称呢 因为你新增了之后 他会放最后面 所以呢最后面那个名称 改成叫小张 但是未来这个小张 应该也不完全都叫小张 所以 我们可以怎么样 用来再来做修改 然后再来是第五 其他的话就贴上 那再来就是 第六的话 蓝宽自动调整 再切回到那个我们的 这个 第七嘛 所以这边的话第七 可能问题 最后的话 这个有个什么actor scope这个 因为我刚有卷动那个卷轴 因为我要移到A1 所以我把这个地方 把它 然后再取消那个什么 这边第八是取消 筛选 最后呢 切回到 我们的A1 OK 那就完成了 那最后呢 记得 1是先把上面 把不需要的程式删掉 并且加上注解 录完之后 第二的话呢 再来思考说 我有没有什么地方 可不可以把它改成 就是说 这个地方不要是固定的 现在是固定的 我可不可以改成非固定的 那我可以透过什么呢 一个变数 可是这个变数 要外部 使用者输入 给他一个画面 他输入完之后 自动把 这个变数呢 丢给这个地方 跟这个地方 就可以自动完成 那这个地方 我想第1个请各位先把 聚集录制先完成 然后待会我们再来看 有哪些地方呢 可以再做变更 OK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观看